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 要核查Polydrift里的什么样的信息 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文件可以合并在一起 那我们看到Polydrift的 我们会留意到有产品的型号 产品的名称 然后供应商的信息 市场发布日期 那么这一个日期非常的重要 它对后面的要求清单 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它有误的时候 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可以点击它 然后到Barket Restate 点击正确的日期 然后Review Changes 再点击Agree and Save 这样日期就修改 好了 什么样的文件 它可以合并在一起呢 其实在我们的官网 有一些介绍 前提是 它是相同的供应商 相同的材料 相同的要求清单 功能要相同 它们会共享一些文件 比如说像下面的锅 它们只是尺寸的不一样 它们可以合并在一起 灯 它们只是灯罩的形状 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它们也可以合并在一起 但是如果功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话 比方说这个是室内用的灯 这个是户外的灯 它们的要求就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是需要分开成两个file的 那么回到我们的 ProDrive的信息 我们来看 那么前提是相同的供应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Market Release Date 是要是相同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比方说像这些小熊 那么供应商 声称它们的材料是一致的 只是颜色的 会有一些不一样 它们做测试的时候 会在同一个报告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 比方说我们的 紫色、棕色、粉、红色 还有黄色 那么这四个file的话 是可以合并在一起 我们可以点击它 来到下面的 Modify 点击执行 选择一个 然后Merge 那这样的话 这四个不同颜色的小熊 都会合并在一个file里面了 谢谢大家